主席早 大家早 我請那個國華會的林副主委 副主委好 副主委我想喔 因為今天來司法法治委員會 這是你的業務嘛 所以你過來 那今天本席啊 剛好借這個機會 有關兩個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問題 想跟你請教 那或許這不一定是你的業務 但是我希望你就你知道的部分 來回答本席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台中要舉辦這個 2018年的這個花博 副主委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我聽過 副主委你曉得現在這個花博的經費 這個市政府跟我們國家發展委員會之間 有一些爭執 你曉得問題的爭執點是嗎 這個很抱歉 我不清楚 可能他現在是申請這個公共建設計畫 然後在核定上面可能會 大家有些認知上不同 對 其實主要是這樣也沒有那麼複雜 主要就是說 過去台中市政府規劃花博的時候 不是林佳龍市長 是胡志強市長 所以江儀化在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一再承諾這個台中的花博比照台北的花博 也就是這個經費的上面大家對半開了 但是江儀化院長後來就下台了 胡市長也下台了 那國家發展委員會就拿現行的法令規定 說這個補助款應該把自償性的經費扣除之後 我們再來對半 所以這樣這個魔法一變之後 台中市政府相對可以從中央拿到的經費 就差20億 就差了20億 這故事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後來你們這兩天有開會 市政府看起來是投降 就決定按照你們的辦法 就制度面遵照國家發展委員會相關法令的規定辦理 但是市政府就另外提了一個叫做新增工程項目 換言之補助款的部分依照你們的規定 扣掉自償款去處理 但是新增工程款的項目 請國華會幫忙協助各部會來支持這個預算 大概現在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那我藉這個機會我要講第一個我的感想 我覺得政府不管是誰 不管今天民進黨執政國民黨執政 為什麼政府長期以來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從政府到司法單位 甚至到我們立法院 因為政府講話都不大守信用 當一個人習慣性說謊講話不守信用的時候 講久了人民就幫他講話 就當成這個講話台灣沒講就放差啦 差屁啦 就是這樣子 這國會殿堂我稍微修飾一下 江儀化院長承諾不是承諾副市長 是承諾台中市民 因為今天花博辦了 花博因為舉辦 周邊相關的台中市長期停滯已久 得不到經費的軟硬體的設備 該通的路我們通了嘛 該增加設備該清除過去髒亂點的地方 我們都清楚了 藉著這個花博 所以台中市民期待啊 中央政府說話要算話 當時因為沒辦法要感動的嘛 選舉要開支票要連任 所以中央大膽的開支票 其實不只開這一項 交通建設更多 好幾百億 我現在一一就來監督 不管你叫江儀化還叫毛治國啦 政府說話就要照鏡照做 如果沒辦法做怎麼辦 來跟台中市民道歉 這個就是原則嘛 政府要展現出我們政府這種原則 政府不一定都會做對事 民代也不一定都會講對話或者做對事 做錯的態度是什麼 這很要緊的 但今天我個人是很不滿意啦 但市政府接受 我就不再為難國發會 不然的話我這種講話 我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你換政府啊不然你來負責嘛 你負責責我也可以接受 你們就出來道歉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為了選舉嘛 為了開競選的支票嘛 所以我亂講一通嘛 我跟台中市民道歉 這樣我也可以接受 這個叫負責任的態度啦 做錯事正常嘛 我們都教孩子要會負責嘛 做錯事就是要負責嘛 態度就要緊啦 這跟 你要講嗎 我是跟您報告一下就是說 公共建設這個 扣除掉自常性的部分 然後裁與補助 是不是說是一個政策的決定 還是一個規定 在我所知道這個主席總處這邊 是有定一個中央政府補助的 這個作為要點 所以有關於這一點的話 也許委員如果可以的話 我回去查一下以後 我會很明確 因為那個是規定就是規定 那個不管是誰當首長 除非變更那個規定 否則就是按照那個規定去執行 是啦 現在國外會的意思說 這個就是一個規定 不管他是主席單位 或者是我們國外的內部 我不想去追究嘛 但政府是一體嘛 你當行政院院長 難道你不知道 國外會有什麼規定嗎 你不知道主席單位有什麼規定嗎 不可能嘛 除非你都 你這行政院長是幹假的嘛 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我只是表達 第一個跟你無關 不是你的業務啦 但是我希望你轉達 我希望你轉達給主委 本席對這個事情非常有意見 是 第二個 那所以呢 現在市政府就按照 國外會的要求 就不再跟你爭執這個了 但是市政府同時啊 提出新增工程啊 有五項 第一個包括我們豐原啊 這個軟杯溪啊 水域環境景觀營造工程 軟杯溪啊 下游整治計畫 後裏花博天空步道天橋 及花馬道興建工程 第四個是後裏車站接駁 接駁站的連接道路 最後一個在本席的選區 就是外埔 花博展區的連外道路 這五項新增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工程的預算 副主委 可不可以回去轉達主委 本席要求至少這五項 我們來協助市政府 這個可以嗎 是 我們第一個我會轉達 第二個就是 有關於現在公共建設 申請的相關的這些規劃 那我們也都是一直站在 輔導申請單位 然後讓他們能夠順利 滿足他們的市政目的 好啦副主委 因為也不是你在這裡 能夠決定啦 承諾本席的啦 但我要你承諾回去轉達啦 說我非常在乎這個計畫 我一定會再開協調會 找你們相關的主委副主委 再來協商這五個新建的事情 第二個 我們現在這個海洋委員會的進度 從這個海洋組織這個事法 在2015年7月1號通過之後 那現在我們大概就是 在籌備中嘛 那現在大概籌備的進度 副主委你了解嗎 現在組成一個我們籌備小組 然後現在預計呢 我們是希望說是在明年的這個7月1號 因為最重要的是說 除了這個海洋委員會以外 那還有像保育署 還有原來的這個海巡署 其實也跟著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海洋研究院的一個成立 那所以現在時間上面是預計是 希望明年7月1號的時候 一切順利 然後我們可以陸陸續續的開始來推動實施 現在我們暫時這個籌備處辦公的地點 就在海巡署的辦公處嘛對不對 是在行政局 應該是合署吧 對 但是由海巡署來做相關的主導 那副主委知道說本席一直在建議 我在我也跟毛院長這個質詢的時候 我也跟他講過 這個我希望新的部會 如果舊的部會 因為很多的同仁要上班 他可能孩子上学的问题 上班的问题 他已经购置了这个房子的问题 他会产生很多 如果你要将这些所谓中央的部会 做一定程度的分散的话 会产生对同仁产生一些困扰 但是本席认为 这像这些新设的部会 新设立的部会 我觉得一开始就应该 做一些分散的动作 不要说台北市已经是够拥挤了 台北市已经够拥设了 如果这些部会相关的一些单位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海洋委员会里面 我们有海洋保育署 特别是像国家海洋研究院 我们在台中的地区 这个是我带了一张简图 因为副主委不一定了解 台中港地区的这个状况 我们这里 我们有一个港湾研究中心在那里 现在属于交通部 那这港湾研究中心在做什么 事实上我觉得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包括现在对岸的工作船 在我们台湾的外海工作 每一艘船走过的轨迹 它是在这个单位里面清清楚楚的记录 对于这个海啸的预测 几乎台湾最大的能量也都在这里 他们很骄傲的说比气象局还厉害 比气象局速度还快还更准确 他们也参与过实务上几个 包括日本的这个地震所延伸的海啸等等的问题 他们都做了很精准的预测 那这个本席就觉得说 他们对海洋的研究 花了很过去政府还很长的时间 而过去为什么在港湾研究中心这里 港湾研究中心加旁边的土地 总共加起来有十几公顷 因为在数十年前的政府 就希望发展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海洋研究的这个重镇 但是因为数十年过了 台中港开发到现在那么久了 这个地方就荒芜一片 土地就空在那里 所以本席就强烈建议 类似国家海洋 如果海洋委员会 或者海洋保育署 甚至最重要的国家海洋研究院 事实上就可以选定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港湾研究中心 直接就并入嘛 把他的过去所累积起来 那么庞大的研究成果 就直接整并起来嘛 对政府来讲 现行土地很方便 对于整个这个台北都会的输压 他很有帮助 第三个 他有现行的土地很方便在那里 最后一个 他又有原来的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 我们只是接续过去 想要做的事情而没有做的事情 把它做一个连结 所以本席特别用今天这个咨询的时间 来跟国外会做一个 这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也期待 你们希望把未来 在做这个地点选定的时候 把这个地方纳入考虑 那本席希望当然是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意见 然后带回去 然后向这个筹备小组做一些反应 也把您这边推荐刚才的一些说明 然后向他们做一些仔细的说明 他就在台中港旁边 你看得出来这就是台中港的地图 非常适合嘛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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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